大家下午好 我是神测数据查询存储团队的负责人张倩琼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分享 今天我带来的分享主题是 基于Impala和苦度 达到高性能的用户行为分析系统 这次分享共分五部分 一,用户行为分析的问题域 二,数据组织和存储 我主要从存储分层来展开 三,也是最重要的查询优化 四,旨在降低查询错误率的资源预估和调度策略 最后,再来说一下近期我们所开展的工作 在神测,我们运营着超过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独立的集群 每天揭露的用户行为数据超过两千一条 每天运行的搜索查询接近百万条 如此高性能的用户行为分析系统是如何打造的呢 相信在所的各位心里一定有类似的疑惑 接下来我就会为大家一一解开 在说用户行为分析系统之前 咱们先给用户行为下个定义 用户行为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无非就是谁也计行为参与的主体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做了什么事情 这五大要素也计4WH非常精准地描述了用户行为 在我们内部,一般将用户行为记录称之为Event Event数据呢,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日志数据 这是我们基于Empala推导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系统架构 最上层的表情代表着用户交互界面 再往下,会将前端用户的查询转化成Circle 发给Empala 最下层,左右两侧是数据采集 它会实时地导入用户行为数据 右上侧,查询缓存 用于解决重复查询所带来的系统压力 在这里,用户行为表 用户表,扩展维度表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架构之所以简单 主要就是因为数据模型简单 虽然我们的数据源多种多样 像客户端操作 不断日志 业务信息 订单数据 商品信息等等 我们的客户会通过SDK和导入工具 导入这些数据 最终构建用户行为表 用户表和扩展维度表 用户行为 本质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理论上不可更改 但是用户的很多属性都要求可变 比如用户的年龄 会随着四来年的生长而生长 用户的住址 也会随着用户搬家 或者工作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甚至连用户的行为 不对 应该是连用户的性别 都会因为变性手术而发生改变 所以呢 我们将用户属性独立出来 作为一个特殊的维度表而存在 也即用户表 除了用户属性 还有一些事件属性 也要求可变 但是这里的可变 并不是指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又发生了变化 而是说 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 我们很难采集到这部分数据 或者说 这部分数据 本身就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 商品信息中的 商品库存 商品价格等 经常改变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它固化在 用户行为表里 所以我们将它独立出来 作为扩展维度表而存在 而对于那些 不可改变的属性 或者很少改变的属性 最合适的方式 还是将它写在用户行为表里 在这个数据模型下 用户行为表 用户表 是必须要存在的 而扩展维度表越少越好 这样在进行用户行为分析时 我们可以避免大量的数据招案 以提升查询的效率 通过用户行为表 用户表和扩展维度表 我们可以满足 绝大部分客户的 用户行为分析需求 好 有了逻辑上的数据模型 接下来再说一下 数据的组织和存储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HDFS爬块和苦度 HDFS爬块文件格式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列式存储格式 它只需要读取 所需要的列 而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IO 它也支持按列压缩 由于每一列 都是同构的 所以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 我们可以采用 合适的压缩算法 这样呢 可以得到非常可观的压缩比 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但是 因为HDFS爬块 只支持批量写 不支持追加写 这样它在写入的过程中 就需要更多的内存 另外 爬块文件格式 是人类不可读的 出了错误之后呢 很难恢复 再者 它的API也比较复杂 很难直接用于处理数据 这些呢 都是它的缺点 而苦度 作为新一代面向分析的 存储引擎 它呢 支持完整的增山改查操作 也支持 快速的检查 相比于HBase 它有着更高的扫描性能 但是呢 相比HDFS来说 它的扫描能力 还是要略差一筹 另外 苦度在写入的时候 还需要有更多的IO资源 主要是IOPS 另外 稳定性 可运维性 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以上呢 是HDFS爬块 和苦度的 优缺点 我们打造 存储分层的时候 主要就是 利用了 HDFS爬块 和苦度的优点 而打造的 好 经过 神策多年的沉淀 我们将存储 分为了三层 现在 咱们先 主要说一下 主 存储层 主存储层 是基于苦度 和HDFS来打造的 因为苦度 支持完整的 增山改叉操作 所以 我们上面说的 用户表 和扩展维度表 就是基于苦度系统 而打造的 而对于用户行为表 它的量最大 但是呢 对数据的变更 要求很低 所以呢 我们将它 存放在了HDFS上 但是 因为 HDFS爬块 只支持追加写 不对 只支持批量写 不支持追加写 我们无法实现 实施写路 所以 为了实现 实施导路 我们 基于苦度 又为用户行为表 打造了 实施数据揭露层 通过 主 存储层 我们可以满足 用户行为数据 的存储需求 但是 随着 用户行为数据的日益积累 这部分数据量变得越来越大 而对于历史的行为数据 比如说一年前的数据 它的访问层次非常的低 将它和经常访问的 用户行为数据 一起存放在HDFS上 从商业上来说 这是非常不划算的一种事情 所以 归档数据层 也就应运而生了 归档数据层是基于 对象存储系统而打造的 大家都知道 对于对象存储系统来说 它在 存储副本上 相较于HDFS的三副本 降低到了一点几副本 一般是1.2到1.5之间 这样 我们至少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 硬件存储费用 而对于云上的对象存储系统来说 他们是按容量来付费 也就是说我们用多少 就花多少钱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省略掉那些昂贵的 扩缩龙操作 极大的降低了运为成本 当然了 归档数据层也可以基于连价硬件建设的HDFS 但是它在成本上和基于对象存储系统打造的 归档存储层没有任何成本优势 仅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还没有上云的客户的特殊需要 好 说完了 归档数据层 再说可变数据层 可变数据层呢 是为了满足一些特定的用户需求 比如对于电商的订单数据 一般订单都会有 递交 支付 取消 等状态 如果我们将每一个状态的变更都作为一个事件来存储的话 那么一条订单数据会对应着多个事件数据 无疑就加大了分析上的难度 而如果我们将状态的变更作为一条事件来存储的话 那么它就对事件数据更新的实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呢 我们基于苦度 而打造了 这一个可变数据层 因为苦度 本身就支持 增判改查 所以呢 它很好的满足了 这部分的需求 好 说完了存储分层 再来说一下 主存储层上 用户 行为数据的 组织 这部分数据 是按日期 事件 进行分区的 这种分区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对于 纯粹的事件分析来说 它可以非常容易的裁剪掉 不相干的那些事件数据 而分区内 文件以 用户ID 事件发生的时间来排序 它呢 又很容易的 抽取出 用户行为序列 而满足 像 留存 塞审分析等 基于 用户行为序列的 分析需求 好 说完了 数据的组织和存储 咱们再来说一下最重要的 查询优化 这一页斯莱斯 讲的就是基于用户行为序列的 查询优化 一般来说 为了提取出 用户行为序列 它呢 通常上的逻辑查询计划 是 锁边这个图 最下层 是死干算子 用于读取 所需的数据 因为数据一般会位于 多层存储上 所以在上层 会有一个优定算子 将数据合并 数据合并后 我们为了最大限度的 利用 集群的并发能力 其上的 exchange算子 会将数据做分发和接收 它会将 同一用户ID下的数据 分发到同一计算节点上 计算节点在 收取完数据之后 就可以 做 相应的 全排序 排序完之后 就提取出了 用户行为序列 在网上的 analytic算子 就会基于 刚才提取出的 用户行为序列 所相应的分析 但是 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一个查询计划 完全没有用到 底层数据的 有序性 刚刚我们 已经提到了 底层数据 本身就是按照 用户ID 事件发生的时间 来排序的 那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 用户查询序列 所以 我们可以 将exchange算子 直接由 merging exchange 算子来代替 变全排序为 硅并排序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节省一个 非常昂贵的 sauce算子 经过上面的 优化 在我们的 测试场景下 最差也有 5倍以上的 性能提升 好 这一页slice 讲的是 在 profile 招映场景下 基于 last thing time 来削减 招映所需的 profile 用户量 在我们的设计下 profile数据 完整的存储 在一张 固度表里面 考虑一款 明星的产品 动辄几十亿的 用户数据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 这里面 总是会存在 大量的僵尸用户 和不活跃的用户 而我们在做 profile 招映的时候 将所有的 profile数据 全部招映上 无疑 是非常费时 且不必要的 一个操作 这个做法很简单 我们就在 profile表上 增加了一个 last thing time 标志 它代表着 这个客户 访问该产品的 最后一次时间 以七日留存分析为例 有了这个标志 我们很容易的 裁剪到 裁剪出 那些七日前 访问过 产品的客户 在我们的测试场景下 一般会削减 九成以上的 profile数据 整体查询性能 会提升10% 到30% 好 这一页slice 讲的是 外连接消除 大家看这条 circle 左表是event 右表是profile 两者之间是 full out-gen 过滤条件呢 左表的city 为北京 右表的channel呢 不为空 从语法上来说 这条circle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若是 海巡引擎的 优化器没有做好 它执行起来 性能是非常低的 考虑到 已经限定了 左表的city 为北京 右表的channel 不为空 它实际上 等价于一个 inter招案 做了这个优化之后 在左右表 数据量相差 悬殊的情况下 有非常可观的 性能提升 大家看一下图 一个full out-gen 再加上一些 过滤条件 它其实等价于 left out-gen 或者right out-gen 或者inter-gen 好 说完了插语优化 再来说一下 资源预估 和调度策略 这是为了应对 一个非常现实的 一个问题 在思源有限的情况下 大变发查询 会经常容易 因为思源不足而失败 Impara官方给出的解法是 Admission Control 它的原理是 利用一系列的变量 来判断 来判断集群所剩余的 思源 是否满速当前 查询所需要 如果满速的话 那么就提交 如果不满速 就排队 等满速之后 再提交 但是 Impara作为一款 通用的查询引擎 由于查询和数据的 多样性 它很难准确的 去预估内存 另外 对于大查询 也会经常 阻塞 查询堆列 这是 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 而对于 用户行为分析引擎来说 用户行为数据 本身 就已经 限制了数据的 多样性 而 基于神色分析的 分析模型 又 消除了查询的多样性 所以呢 我们可以 非常容易的 基于历史的 profile信息 来做 资源预估 当然 这部分预估 有可能会存在 没有命中历史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 通过 数据 统计信息 来优化了 公式预估 当然 公式预估 会存在 不准的情况 如果 如果预估 预估的 资源多 那还好 查询可以正常结束 如果预估的资源 少了 很有可能就会因为 资源不足而失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 资源放大的策略 然后 去做 查询重视 那 对于大查询 阻塞 查询堆列的情况 我们的应对方式是 开分多个 资源池 来应对 不同规模的 查询 再 通过 Faful 或者 Rondalobin的这种 调度策略 来去执行 它的一个通用的流程 是这样子 当 查询 提交之后 我们首先 对它进行 数字签名 如果这个签名 可以命中历史 那么我们就会进行 基于历史的资源预估 如果没有命中历史 那就会 所 基于统计信息的 公式预估 在资源预估完成后 会将它放到 调行调度器 调行调度器呢 决定它 最终放到 哪个资源池 在 资源满速的情况下 取出执行 如果执行成功 接大欢喜 这个时候 要记得更新一下 历史统计信息 如果查询 因为 资源不足而失败了 那么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是否需要重视 如果不需要 那就直接抛出异常 如果需要的话 就会根据 资源放大的策略 再重新进行公式预估 预估完成后 重新放到 调行调度器 以进行下一轮的调度执行 好 这就是 我们 基于 资源预估的 整个 调度流程 好 这张表 蓝色的 代表的是 实际 的 峰值内存 紫色 代表的是 基于历史信息的 预估内存 灰色 代表的是 公式预估的 峰值内存 大家可以看到 基于历史信息的 资源预估 和实际的 资源 消耗 基本上相当 而基于公式的 资源预估 在 大多数 case上 表现的 还可以 但是在 有些case上 还是存在着 方钞比较大的问题 好 说完了 虽然预估 那么我们在 基本上就讲完了 接下来再说一下 近期我们正在 开展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回馈社区 随着神策 团队的发展壮大 我们现在有了 充裕的人手 来做更深入的 优化 这时候 我们也非常的 希望能够和社区 一起发展壮大 第二 是 Workroad Manager Workroad Manager 是 查询系统 或者用户行为分析 系统的一个周边系统 它只在通过负载的管理 来更好的定位 系统所遇到的问题 第三 弹性计算 弹性计算 也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的客户 凌晨 会进行 盖栏的预计算 上午 非常多的 分析师 会同时进行 业务盖栏的查看 这个时候 会有大量的查询 一起涌入到系统 造成 思源竞争 失败 而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 因为没有业务需求 系统又出于空转的状态 这个时候 会有大量的 资源浪费 为了解决 潮汐算力的问题 我们 做了这个弹性计算 好 以上就是我演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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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